在運動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術 賺錢真快速 現在目前的投資人都已經出現了什麼 幻聽跟幻覺 什麼叫幻聽 什麼叫幻覺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個指數 它不可能跌下去 你認為說 這個行情往上漲 似乎是什麼 很正常的 要下跌好像是不太可能 所以你會認為說 這個行情如果大盤 像它每天漲 做多 應該是順勢 這一句話聽起來好像對 但事實上問題很大 你如果知道 兩天後三天後它會漲 你做多就要順勢 你如果是看到現在漲 那現在做多 那就不一定對了喔 今天漲不代表明天會漲 明天會漲 那不代表後天會漲 那這段時間裡面你看到什麼 它每天漲漲漲 這個情況到底是正常情況呢 還屬於異常情況 就是我們說的 在正常範圍之外的異常值 很清楚 這一波裡面我們看到 大盤的走勢 透過一個震盪的過程裡面 表態出它的一個方向 如果景氣好 如果基本面好 指數漲 那是順應趨勢嘛 那如果指數漲 趨勢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好 甚至於更差 出現背離的時候 那這個展示就屬於虛的 所以今天你該怎麼做 投資朋友 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開多少 開8922 好 我講過了 你只要加入好友 我們會免費給你 預測台子期的開盤 你開盤在8點45分的時候 旁一開 你馬上知道 強勢還是弱勢 這個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哪裡 它可以讓你避免無謂損失 例如說像今天早上一開 開8922 我給你提過了 我已經給你提過了喔 我講過了 旁一開的這個情況 稱之為強勢旁 所以你應該是先補 散去知道 再空 投資朋友 今天高點多少 9009 今天的高點是我們空的 我有證據 這待會其實我們會員都知道 這個我有證據 所以說 這個行情裡面 當你知道開盤的時候 前面你做對了 你第一時間你做對動作 你後面才不會歡嘛 你如果早上你沒有補 散去你一定挺損 因為它過高點 那如果你這邊沒有補 散去就要再空 合理啊 補完之後空手 再空回來就好了啊 下一次賺錢了 所以這個市場裡面 你不可能說你每次下去都是百分之百準 百分之百對 百分之百對 不會錯 你在錯的範圍裡面 你要怎麼樣減少你的損失 在對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去放大你對的部分 所以這個行情裡面 行情的走勢其實是很特殊的 因為它目前出現的情況是這樣子 直閃不跌 一直搭一直搭一直搭 你也知道說這種拉的過程裡面 它是個人為的座駕 外資瘋狂滿 瘋狂的外資 然後瘋狂的台股 我跟你提到 今天這根線其實是屬於杜貨之代 但它有敗相 很多人說 啊恩老師啊 我聽你在放臭屁 我才不信欸 為什麼你不信 因為現在大盤在漲 我告訴你放空 你認為我是逆屍 大盤在漲 我說放空 你會認為說啊 放空一定被誤 那你去看嘛 做多真的賺錢嗎 那些做多 真的是在底部做多嗎 還是上去的時候空當停損 然後反手做多 反手做多的時候 其實追高點 又說自己馬來地點 所以對跟錯 不是用嘴巴爭論 對跟錯也不是在那邊 比誰大聲 對跟錯去看後面 以時間來證明到底誰是對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我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預測 你說預測這種東西 如果準一次 準兩次 那可能是運氣好 那你來看一下 這是7月18號的 我跟你預測低點多少 8961 8962 八九六一 你今天去算明天開盤之後 高點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 點數那麼多 一排下去那麼多數字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預測 這個誤差十點內就算準 17號 18號 預測 19號 8962 8961 準 9月19號 預測隔天 8971 8972 有沒有 這都跟你講過了喔 我都跟你講過了 而且會員你都知道 20號的時候 我預測什麼 高點 9012 9012是什麼數字 我們帶會員放空的數字 9012嘛 正負五嘛 所以高點多少 9009 標準指示內 高點 剛好被我們家 不小心空到 所以你的動作 你一定要怎樣 有個策略 我在昨天 怎麼跟你講到 20號 我提到 根據我們的看法 摩埃子的OI 有18萬口 這個是7200以來的最大 也就是說 在台子期結算之後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摩埃子 同志朋友 摩埃子目前的未平常量 是過去以來 最大嘛 這個點是什麼點 就這個位置 7200 好 那 請你告訴我 誰在摩埃子這邊 布滿了過去以來 最大的口述 誰在布建 是你布建嗎 你頂多做台子而已 或是做小台 或是做其他的 你不可以做摩埃子 所以那一群人 到底要想什麼事情 你說外資瘋狂 他為何瘋狂 他怎麼瘋狂 他瘋狂的背後在哪裡 現在我說空軍也在瘋狂 為什麼瘋狂 狂起來準備要空啊 但是我更相信你 聽不進去我講的話 因為你說 啊 翁老師你在放臭屁 我才不信 好啊 你不信啊 那請你不要相信我講的話 請你不要相信我講的話 以後你就一定會後悔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過的東西 我說 預估今天收黑 那沒有收黑嘛 那這個都跟你講過了齁 那所以我們持有的台子旗的空檔 開盤就先補 因為昨天我們持有嘛 違反持有嘛 開盤就先補 我的股票的部分 我把它放在第二波 目前的第一波 我們是先做台子旗 那K型的模型裡面 推演模型嘛 今天的走勢是走什麼 走這個破小雙心 好 什麼意思 因為以昨天來看 這兩根線 掉井之心 然後這個是屬於小心槌 兩根心 那今天屬於什麼 破小雙心 好 但這破小雙心的一個情況之下 雙盤雖然過最高 雖然說最高嘛 雖然說過去以來的高點 但這一根線 它屬於光角陽線 稱之為多猴之帶 我的看法是 它有敗像 敗像在哪裡 這待會我該跟你提到 所以我們其實對於走勢裡面 對就對 錯錯錯 我們都公開跟你講到 那信不信 所以要不要做看與你 在於你 早上 這是我們的動作 所以我們放空 為什麼我要放空 投資朋友 放空不是隨便空 你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而空 美國道琼創立時的高點 這個是2013年3月15號以來 最綿長的一個創新高的走法 這是過去所很少看到的 也就是說 你看看美國指數 每天斬每天斬 這不是常態 這是在現在是多少 2016年嘛 3年前 3年前才出現過一次 這種 紅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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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K這樣子 明明這樣子往上斬 並不是說 啊 明明都會出現 那這種情況被我們遇到 要怎麼辦 拿出你的策去應對它 把你的心態給調整好 不是比一死 是比後面你要怎麼贏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道琼指數創新高 這種走法 它出現什麼事情 VIX 就是說恐慌性指數 或是波動率指數 創下2014年8月的新低 好 VIX 創新低是什麼意思 恐慌性指數創新低 表示市場 樂觀 相對的 大家開始變貪婪 這個貪婪的心態 跑出來了 為什麼會這麼講 恐慌性指數它這個概念 它其實它是指波動率指數 跑位波動率 價格的一個上下起伏的波動 它反映到我們人的心裡的情緒 就跟過去我跟妳一直提過的 K線其實是反映什麼 人的心裡在想什麼 所以妳看懂K線 就了解人的心在想什麼 當然人的心在想什麼妳就知道的時候 K線怎麼推 K線怎麼走 其實都是可以預測的 這是我跟妳講過的一個規律嘛 那聽不信 信不信 要不要做 那在於妳 那我用這個方法來做 好 那所以VIX指數 然後所謂的低點 表示什麼意思 市場看多的一致性 變高了 因為恐慌性指數或波動率 壓低的時候表示什麼意思 大家的看法有多有空 這個多空的這個情況 大多數人跑到多方去的 所以整個指數降低 好 重點來了 這個市場是這樣子 如果每個人都一致看多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事情 賣 已經進來買了 賣 會捨不得賣 因為看多嘛 好 那一路拉 拉到最後它怎麼樣 最後趕頭 聽過最後趕底吧 同樣的 最後趕頭出現之後 就是個崩盤的開始 所以這個是一個警訊 這個如果你聽不懂 那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已經跟你提過這種 專業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你都是要學的 所以我們根據每股 所謂展 二十幾點的走勢來講 我給你預測什麼 台詞其實開多少 開9013 今天高點開多少 開8922 我給你講多少 這個我寫錯了 我是寫 8913 這個我們是講 8913 然後來多少 8922 所以這個比我們預期的高 九點 我們所預測的點費 誤差十點內就算準 那這個東西屬於 比預期的還要更上去 所以稱之為不如預期 所以它會強四盤 這個我都跟你講過了 所以你只要有 開盤前 加入好友 每天都跟你講 預算台詞級的開盤 你說這個東西到底好在哪裡 好在哪裡 它可以讓你心 心 定 有個譜 因為你不需要說 啊 到處聽 到處問 你在盤一開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強勢弱勢 你心裡有譜 好 它如果是強勢盤的話 你有空單怎麼辦 先補 重新再空嘛 或是先補 你要不要做多次看你 但我的做法是怎樣 強勢盤 空單先退 找高點來去做放空 這是我的動作 你可以說 你要放上去都可以 隨便你 因為我們是帶會員的 我們不能夠忽睹忽空 所以 開盤一開盤 有時候如果是落勢盤 盤一開落勢 你空單可以抱著 甚至空手可以做追空 做多的趕快跑 開盤很重要 你要等到說 啊 九點你盤一開 九點十分 九點十五分 九點半 你再來做決定 維護太慢啊 你必須在八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盤一開就知道 那你要怎麼知道 就預測嘛 那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獨家才有的 別人是沒有的 所以說 你要怎麼樣知道的話 就加入好友 來練詢問 好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傳統稿昨天給你推算什麼東西 走勢是屬於交左盤 開平高之後交左 空方在善膽壓著出現交左 後半場是盤疊 預估九點二十分 十一點二十分 一點三十分的時候 出現什麼 大量 好 這個東西就是 應該是傳統稿是寫 1點二十分 還是三十分 就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 今天早上 是不是出現什麼事 虛擁二十分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有10點二十分的時候 就是拉到高點 好 1點半的時候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在做預測 怎麼走 時間點其實都講得很細 這是外面你所找不到的 誰會那麼笨 去告訴你說明天怎麼走 而且把那個時間等得很細 這不是用猜的 這猜就 你怎麼猜得出來 那只是說今天的走法是 開盤比我們預期的強而已 那整體來講 的走勢 還是屬於膠著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是這樣子 開盤先退 然後再空 再空 鎖盤還是空 那為什麼我們要空 因為目前的行情裡面 我們盤中預估量是一千億 後來結果量多少 不到一千 那是因為什麼事情 投資朋友 最大量 這一波最大量就是這個位置 目前所漲的量 都沒有跟上 所以指數在漲 價格如果能夠控制 成交量就無法控制 所以量就是一個禁止 你這個指數一直在漲 可是你的量補不出來 你走得再遠 只是一時的 你終究必定要回檔 所以你說要回檔 做空 就是動作嘛 你不能說 看他殺下來之後再做空 你來不及啦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指數出現背離之後 繼續頓化再漲 他強由他強 做多雖然是順勢 但追高風險大 所以我們不做多 不是說我們看不上盤 也不是說我們故意逆勢 而是我們考慮到什麼 追高風險大 因為你說大盤每天漲每天漲每天漲 你能夠保證明天還繼續漲嗎 你能夠保證後天還繼續漲嗎 我知道你會馬號炮說 所以我們的特約是怎樣 利用突破掛空等 所以我們掛9012嘛 正負空到9009最高點 空到最高點 股票的話呢 近代東風再出手 所以目前我們動作是這樣子 第一步驟先做期貨 期貨順手之後 後面股票開始這樣子下去 因為這個行情裡面我跟你提到 為什麼這個指數是屬於背離的 剛剛你看到的量價背離嘛 好 你再看一下這個東西 叫RSI 這指數在漲 請問RSI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嘛 對不對 這是RSI對不對 好 如果RSI你沒用過 那你還聽過KD吧 這個高點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高點就是這個位置 是背離 對吧 所以它背離它繼續展 你不懂要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知道 它即將回檔 利用在這個回檔的過程裡面 把你的策略 把你的方法 把你的規劃 都先準備好 這一檔 我們目前是決戰光明頂 這是我空軍部隊2 之前我跟你講過 部隊1是找弱勢的股票 部隊2是找什麼 找目前在這個 這個交足的過程裡面 橫向整理 這個橫向整理之後 即將向下變盤 好 這屬於部隊2的部分 這個也是啊 有沒有 以目前來說 很像整理 整理完之後 往下殺 這個也是 整理的一個心態嘛 所以部隊2所找的股票 是找一個橫向整理 它不是最弱勢 但它也不是最強勢 經過壓縮 大龐在漲 它在壓縮 有沒有 大龐是每天都在衝心高 那問你 為什麼會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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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龐在漲 它為什麼沒有動 這個也是啊 有沒有 很像整理啊 看起來是打底 可是整個趨勢是向下的 有沒有 趨勢向下之後 它是往下走的啊 所以投資朋友 跟上腳步 你如何知道台子騎的開盤 來電詢問 怎麼加入好友 明天怎麼看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來 頭痛 請用 用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 無分珠 無分珠 好 成功 成功同步 這項已推述 右術 全力 便器 審視 觀行不實 翁老師讀雙 碎行坑線 預測學 融合西方財務風塵的碎行幾何 即東方百年逆傳的 各一線戰法 讓您提前預測明天 善用轉折 看準一日行情 瘦入融境 看準心日行情 父母獎天下 02752 歡迎六發 成功同步 值得托付 成功同步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功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不往不利 成功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意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草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移境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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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明天怎么看 我想现在指出了它这个位置 每个人都认为 瓦斯啊 我听你在放臭屁 我才不信 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我都希望你赚钱 我们照着我们的规划来走 我不会随机起舞 我也不会迎合你的兴趣 因为我知道 接着这组K线 叫多猴直带有败相 为什么有败相 它就是属于九身双肩 创高 但败相在哪里 第一个 目前来的日KD的手交叉 它有台紫期跟台湾50 它属于超卖区域在90 即将死亡交叉的有什么 大盘的现货跟电子 所以你看到什么 台紫期台湾50 对于会出现出所谓死亡交叉 而大盘的MACD 出现双柱与柱体的背离 好 这个部分我明映会跟你讲到 重点是 败相已现 你该怎么做 目前大家都认为什么 习惯上涨 不相信会下跌 请留意母孩子的OI 为什么18万口 还有 孩子期OI 新仓一开始的第一天 就9.3万口 多头一旦跌破8969 展示结束 提防中仓黑 K线的模型 明天我们继续在转 跟上脚步 想知道台紫期的开盘 把握广告中的机会 来电询问 明天 戴上全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都独固 这项已推述 右术 权力 便器 审视 观形 度实 欧老师读创 随行坑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封存的 随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逆传的 黑一线战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逃进 看准三日行情 付奖天下 027525868 成都独固 值得托付 成都独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纱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独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机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成都独固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 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 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小鸟身办 更多优惠哦 姐 谢谢你 从我两年前失能后 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 没什么啦 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 等实施之后 他跟我就轻松多了 什么是长照保险 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 全民共同登担保费 若经过评估 需要长期照顾时 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 支持长照保险 减轻照顾负担 咱们 请您